由宋家扮演的女警冉冬冬 一上来便三枪击毙了挟持女孩的绑匪 虽然他三枪成了人民英雄 可打靶和打人真的不一样 第一次朝真人开枪的冉冬冬 仍旧受到了很大的心理冲击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最为亲近的枕边人 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其实你第一枪也就把他放掉了 穆达夫认为任何嫌疑人 在法院正式宣判之前 都有他生存的权利 而妻子今晚的行为属于施滥用武力 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妻子强烈的不满 自己是一名刑警 刚刚才击毙了一名劫匪解救了人质 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你身为一个家属难道不应该感到骄傲吗 如果我是一枪击毙 我会为你感到骄傲吗 两人睡前的谈话不欢而散 隔天下午 钓友在江边发现了一具女尸 接到消息的染队赶到现场 当女尸被翻过来后 染队只说了一句 随后他询问报警的两个钓友 有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在这附近闲逛 可大爷却憨憨的说 搁着闲逛的人就是我 不出意外的大爷被带回去做了笔 事后经过法医鉴定结果显示 死者年龄在25左右 死亡时间大概是40个小时 右手被人用锐气切断 后枕部有被砸的明显凹坑 但死者的真正死亡原因是逆亡 局里将该案件命名为大坑案 很快警方接到了群众的线索举报 大妈描述死者跟他的租客很像 死者名叫夏冰青26岁 从不拖欠房租 在初步探查完受害者所租的房间后 冉队将夏冰青遇害的消息 告诉给了对方爸妈 夏冰青母亲听后直呼不可能 他声称自己的女儿人在北京工作 十分孝顺 每月都寄钱回来给我们花 三天前还给我通电话了吗 说爸给女儿拨去电话 然而传来的却是用户已关机的提示音 直到看到女儿尸体的那一刻 二老终于认清了现实 母亲惊吓之于直接昏倒在地 事后冉队对两人进行了简单的盘问 冉队问二老孩子有没有什么仇人 夏爸说女儿从小就招人喜欢 不可能与人结仇 唯一不喜欢的人就是老李一家 夏爸直呼这事情都怪自己 原来几年前老夏开车意外撞到的人 后来他选择跟被撞者私聊 怎料却让一家人掉进了无底洞 被撞的老李家隔三差五 便会来要各种费用 护理费营养费医药费腾出不穷 这天家里收到了女儿的录取通知书 母亲特意做了一桌好菜 可女儿却是愁眉苦脸的 只因爸妈暗地里篡改了她的志愿 将原本的金融专业改为了护理专业 而父亲的理由却是 护理学校的费用低 而且可以少读一年 怎料此事无底洞却找上了门 被撞的老李一家又来要医药费了 夏冰青受不了老李儿子 看自己的邪碎目光 直接摔门离开 而老李一家看着一桌的美味佳肴 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后来老李家不打算要钱了 直接盘起了要人的算盘 老李见状笑开了花 随后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夏冰青在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前 期间坐了一个多小时经常低头查看手机 左顾右盼像是在等什么人 然而当镜头放大后 冉冬冬人傻了 夏冰青一直在看的人 竟然是自己的老公穆达夫 监控中显示穆达夫不仅和死者夏冰青 先后来到了酒店的大堂 而且在夏冰青离开后五分钟 他也跟了出去 之后二人都消失在了监控的范围内 不过细细想来 案发当晚老公的确可 凌晨一点竟然跑去洗步子 之前从来没这么干 为了避嫌 冉队让下属着手调查自己的老公 而自己则把目标放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徐山川此人是夏冰青的男友 一个四十岁有妻友孩子的成功男性 在冉冬冬的一番专业审讯下 徐山川讲述了二人的相识经历 三年前徐总在招秘书时 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拎着行李箱面试的姑娘 而面试的题目 竟然是让夏冰青把箱子打开看一下 在对方极不情愿地打开箱子后 徐总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蹲下身翻看起来 觉得你们这样有点不太礼貌吧 误出意外的夏冰青面试没有通过 然而夏冰青并没想着放弃这次机会 为了见到徐总 他谎称给对方送资料 当被领进KTV的包间后 他询问徐总为何不录用自己 徐总的名言是 一个骄傲的人 是不会录用另一个骄傲的人 夏冰青听后悟了 当即放下手中的物品 便开始脱去外套 解开领口 一屁股坐在了徐总腿上 像夏冰青这种姿色的女孩 徐总敢打包票 只要他往男人腿上一坐 没几个男人能抗得住 然而徐总的描述就跟被台词一般 毫不喘气必定是假话 身为经验丰富的刑警队长 但东东一眼便看了出来 他知道徐总不但没将夏冰青轰出去 二人还在包房里待了三个小时 在一番审讯套路的过招下 徐总终于耗不住地交代了一些事情 表示夏冰青后来提出想和自己结婚 因为有家庭在内牵扯很多 徐总没办法答应冰青的要求 后来夏冰青想结婚想婚了 只要徐总不出现 他便拿自杀威胁对方 然而每次自杀都是当着徐总的面 冰东东一眼便看出 这说明夏冰青并不想自杀 三番五次的拿自杀威胁 所以当最后一次自杀时 徐总便没有当真 另一边夏属在审讯完穆达夫后 信誓旦旦地告诉冰队 姐夫绝对和这件案子没有关系 然而老辣的冰队一眼便看出 夏属是在撒谎 他一定有着什么秘密瞒着自己 男人都有一些不想让老婆知道的秘密 完了完了 穆达夫这家伙不仅批忧自己的老婆 如今连老婆的下属也不放过 于是下班后他躺在床上审问老公 老公不慌不忙地解释说 房间开来是跟小胡他们打牌用的 然而妻子却说 上个月20号小胡不再表示 此时他的眼角已经溢出泪水 老公听后赶忙改口说自己寄托 表示跟小胡是上上个月 上个月是跟小和小抱以及老夏他们 我就那几个牌友你知道的 妻子听后失望至极 他知道老公依旧在骗自己 因为上个月20号老夏开了一天的回 老公听后急眼了 质问妻子连自己的朋友都监控了 他暗自首会从警处理 这一夜夫妻二人再无试探 老公认为妻子不相信自己 内心中莫名涌出一股鲁迅士的悲哀 仿佛天底下没有说理的地方 而妻子也知道老公没睡着 但他还是假装睡着了 原来三枪击毙歹徒的那天晚上 冉东东的公共生病被送进了医院 穆达夫晚上八点赶到急诊室门口等该时 裤子上意外粘到了急诊病人留下的血 所以回家后才洗的裤子 然而下属在向冉东东汇报案情时 并未详细说明其他时间节点穆达夫在干什么 只是向冉对保证姐夫没有作案的事件 事后冉东东和老公来看完出院的公公 才得知爸是被弃进医院了 原来老爷子被一个网络借贷公司骗光了裤衩 不光自己的养老钱没了 还跟人张老头子借了20个大不了 前阵日子张老头催得急 结果把老爷子催进急诊室里去了 最后还是达夫垫上了这20万 老头子心病才好转 冉东东询问爸妈为何被骗不报警 妈却说达夫不让报 她说家里有个警察还被骗 怕传出去丢不起这人 回家的车上 冉东东询问老公 那20万是从哪弄的 免得妻子在误会自己 穆达夫当即把车靠边 打算好好给妻子汇报一下 他如实交代这钱是自己的一个老乡好借的 然而在汇报的过程中 冉队局里的工作电话总是不断 陆陆续续被打断几次后 穆达夫终于汇报完毕 之后染队又审讯了徐山川的妻子 当看了眼前这些老公情人的照片后 沈小营的内心毫无波澜 原来她一直清楚老公外面有人 审讯一直从白天持续到黑夜 众人发现这个沈小营很不简单 尽管就刚才的审讯来看 她对老公的出柜毫不在乎 同时也没有作案时间 这一点邻居保安快递员都能证明 但根据沈小营母亲回忆 沈小营从小在班级里都是数一数二 每次只要没考好 她就会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 像这样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 怎么会看上去如此佛系呢 很有可能这是她故意装出来的 毕竟她主修的是心理学专业 因为找不到直接证据 警方只好先放了徐山川夫妇 但却派了人暗中24小时监视动态 事后染队找到了自己发展的眼线 线人告诉她 夏冰青那天从包厢走出后 剔头散发的挡着脸 而之前隐约能听见里面传出有哭声 染队怀疑徐山川在包厢里把夏冰青侵犯了 至于夏冰青为何事后不报案 很有可能是徐总拿钱解决了 或是给了什么口头承诺 之后染队再次来到了夏冰青的爸妈家中 他清楚这老两口没有说实话 人都死了还说假话 果不其然下巴从兜里掏出了一封信件 上面写着 抱歉 没能成为你们想要的女儿 如果我出了意外 请去找徐山川 任冬冬看后十分气 质问梁老为何不早点将信封交给警方 因为他没有成为我 想要的女儿 女孩第一次面试就惨遭申请老板强奸 隔天报警前被对方拦了下来 面对一心想要报警的天真女孩 徐老板只用了五分钟 便让对方打消了报警的念头 他知道夏冰青家里缺钱 当即承诺会帮助其把家里的债还清 不想在家待那更好 我可以给你安排住的地方 怎么都行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我办不到 可如果你现在进去报警把我抓了 你想想你能得到什么 你还要面对你们家里的烂摊子 还会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如果说此时的夏冰青还没有踏足深渊 那么他的爸妈则是压死落足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门外爸妈欠债还钱的争吵声中 他给徐总发去了自己银行卡的照片 隔天徐总将夏冰青带到了豪华版的员工宿舍 月薪一万五 一年十八万 考虑到你家困难 于是我让公司一次性预知你六年的薪水 也就是一百零八万 徐总不愧是生意人 连哄带骗用一百零八万 不仅免去了牢狱之灾 更是诃骗了夏冰青六年的青春 直到今年年初回来给爷爷奶奶上本室 夏冰青才给爸妈说了实话 当得知对方是个有家庭的老男人时 爸妈二人都急了 让闺女立马离开 他重新找一个 你不要人 下巴狠狠扇了女儿一巴掌 在夏冰青最为心灰意冷的那段时间里 他遇到了一个好人 也就是他租房楼下的广告店老板 自那以后夏冰青每次应酬完 都会伶仃大醉的来店里喝杯热咖啡 而广告店老板每晚都会加班到深夜 每天都等他 不管他有没有来 直到这天女人又一次跌跌撞撞的进来 一进来变热的脱去衣服 半夜酒醒后 看着褪去的外套 连裤子上的皮带都不见了 他以为老板趁人之危 当即嘲笑着打算报警 一希望我有监控 如果还得花钱请个律师 看完监控后 夏冰青认定包老板是个证人君子 之后渐渐的二人关系逐渐熟弱 夏冰青也给包老板讲了很多自己的秘密 他太需要倾诉了 而包老板正好是他唯一的听众 此时此刻的夏冰青就像是一只眼鼠 见公司 除了徐山川他不敢见任何人 在包老板的开导下 气势的模样 让包老板开车送自己 他打算去会一会徐山川的老婆 等会难免是一场腥风血雨 所以他必须要做熟人开的车心理才踏实 也许是为了方便逃跑吧 然而没有一点心机手段的夏冰青 完全不是正牌夫人的对手 两人压根不是一个级别 没一会便被徐夫人气得浑身发抖 两人的对话思路清晰堪称经典 推荐去看原片段 你不是第一个来找我的女人了 夏冰青一上来便被重动暴击 夏冰青想知道那些都是什么人 而对方却说我一个合法的都管不了 你一个非法的还想管啊 夏冰青此时才清楚徐总为何那么忙 原来是忙着翻牌呢 他不解徐夫人为何不跟老公离婚 我要是跟他离婚了 他不就得祸害别人去了吗 主修心理学的徐夫人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 不断摩擦着夏冰青的防线 最后他给了夏冰青一个忠告 当初你要是这副打扮 出现在我老公面前 他应该是不会看上你的 徐夫人的一番话犹如是杀人诛心 下车后他就直奔去了理发店 冰冰冰调查了老公的两次开房记录 发现在这两次记录里 根本没有技师去客房服务股 这说明老公先前所说开房按摩的说辞 又是在撒谎 综合老公在网上的留言 冰冰冰将目标怀疑在了贝珍身上 他怀疑对方在文章中所写的录影戏码 男主角正是他的老公 而对于冰冰冰的盘问 老公则敢忙解释说 小说的情节是虚构 而贝珍却说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就连我也不确定 自己写的到底有没有发生过 那时冰冰冰便怀疑起了二人的关系 而如今面对妻子虚无缥缈的猜测 木达夫直接阴阳怪气起来 按理说 这你这想象力 大坑案不应该没破呀 隔天放学后 木达夫便将女儿送去了外婆家 而另一边的警局里 冰冰冰再次审讯了徐夫人 因为他们在审问包老板时 发现徐夫人在撒谎 而徐夫人却在这次的审讯中交代 包老板也撒了谎言 他表示夏冰青在车上还威胁了自己 扬言如果得不到婚姻 他就去告徐山川 告不到他就做掉他 徐夫人认为夏冰青没有那个赶量 于是便没将此事告诉老公 而冰冰冰则认为他在撒谎 这么严重的威胁 他不可能没告诉徐山川 徐夫人这个女人属是不好对的 一翻盘问下来 案件依旧没有进展 事后冰冰冰开车送徐夫人回家 他上来便问道 你丈夫是不是出门了 其实在最初第一次见面时 徐夫人便猜测冰冰冰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 而刚刚的审问更加笃定了他的猜测 另一边穆达夫回家后 被桌上的一本书器炸了 书中照片的两个脑袋被圈了起来 正是他和贝珍二人 而贝珍的目光总是在盯着他看 老公反应越发激动 越说明他在刻意逃避 冰冰冰的猜测越正确 两人大吵一架 最后分房而睡 险些吵到了离婚的地骨 隔天下班回家后 冰冰冰收到了一个陌生短信 对方约他到酒店长廊建设一面 特殊的工作性质让他选择了赴约 而约见他的不是别人 正是贝珍的老公 他告诉冰冰冰 贝珍很爱自己 他们俩不可能出国 而接下来冰冰冰的一番话 却让他头顶长出一片青青草原 冰冰询问他有没有看过 自己老婆写的小说 老张表示当然看过 那是根据我们夫妻俩的故事写的 你在亲热的时候不喜欢开灯 还喜欢救美 老张听后用微笑喝茶来掩饰肝大 随后老张依旧坚持 那人肯定不会是贝珍 因为在20号那天晚上 我一直在跟贝珍视频聊天 到凌晨两点钟 两点之后呢 摊牌了 老张终于不装了 他表示自己也曾怀疑过 虽然这次来是想证明 他们是清白的 可我内心一直都很矛盾 随后东东跟老张进了客房 闭茶叶时老张询问东东 问罢后他将茶叶多到一旁 直接抱住东东询问道 我们可以吗 见东东没有拒绝 他便将对方放在了床上 当被问到你以后怎么面对孩子时 老张停下了手中的动物 果然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软肋 还好老张没有解开上衣的所有纽扣 否则东东对人性真就失望极了 而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反抗 也是在做最后的试探 试探老张到底会不会关灯 显然他没有 所以一夜的男主角真的是木岛 根据包老板事后回忆交代 他当时为夏冰青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既能保住两条人命 又可以让夏冰青达到目的 跟徐山川结婚 实际上就是杀人诛心 于是在徐山川生日当天 夏冰青对他提出了分手 并对远处一位酷似黄轩的帅哥没来隐去 声称那是自己心交的男人 丙走时夏冰青为徐老板点了一首歌 这是他亲自为徐老板写的 此时徐总的脸是越听越绿 当即掏出一打小费 叫住台歌手换手歌唱 然而歌手乐意 台下的观众却不乐意 一个个全听嗨了 吵吵着让歌手继续唱 徐总只好拾去的离开 深夜的会所里原本是次喜庆派对 庆祝自己刚刚甩掉了一个黏人的麻烦 然而有的男人就是简 失去的内心总是在骚动 看着微信被拉黑的感叛号 徐总倒还真是舍不得 从来没有一个女人会这样对他 而另一边包老板给今晚餐厅 每一位捧场的群演分发了小费 当然也少不了今晚的男主角 他真实身份则是这家酒店的门头 晚上夏冰青在包老板的广告店里睡了一宿 上楼后却发现徐总躺在自己床上 虽然是分开了 但徐总还是想跟小夏 最后好好地再告别一次 他是真舍不得这个女人 而此时夏冰青却说出了真相 他表示昨晚的一切是巧恶作举 想离开我 别做梦了 咱俩没完 徐总十分生气感觉自己被爽了 一开始他告诉小夏 你知道你有多恶劣 包老板向染东东坦白 自耐网过后 夏冰青就很少再去找过自己 也许是对自己产生了警惕吧 毕竟自己知道的太多了 事后染东东感叹 人人都在说谎全是狼人 而咱们存在的价值 就是要在谎言中找真相 此时穆达夫来了警局 给老婆送饭加送药 然而东东不承认自己患了精神疾病 穆达夫认为妻子近期来对自己的不断态疑 是因为对方患上了精神疾病 然而当到了医院后 主治医生却告诉他 染东东的各项精神指标一切正常 回去的路上他询问老婆是怎么做到 竟然轻通通过了医生的测试 老婆说我本来就没变 只是你认为我有病吧 事后染东东又审讯了徐总 他拿出了夏冰青留给爸妈的字 徐总看后坚决肯定自己没有威胁过夏冰青 自己不可能因为一次生日时的玩笑 就想着嘎掉夏冰青 自己不可能 自己的老婆更不可能 因为沈小莹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 她就算是答应跟我离婚 也能分到我一半的资产 但是杀人要偿命 这种浮屠事 我老婆是不会做的 而在刚才急促的解释中 染东东捕捉到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徐总曾对沈小莹提出过离婚 徐总见状坦白自己是爱上了夏冰青 为此徐总还为夏冰青准备了一场 只有两个人的婚礼 这是连正牌夫人都不曾有过的待遇 因为她跟沈小莹结婚时没有婚礼 那是沈小莹的意思 而徐总则是一个对生活充满迷世感的人 所以她一直希望和夏冰青的婚礼 如果能是真的该多好 可这样一个爱过的人被嘎了 徐总为何表现得一点都不同心 这说明其中必有猫腻 所以夏冰青到底是谁打的呀 是徐总还是徐夫人 亦或是包老板呢 染东东问老公还爱不爱自己 老公说爱 就像贾宝玉爱林黛玉一样 隔天晚上染东东又一抹 原因是夏冰青的案子 刚刚进行到了破冰阶段 染东东通过对徐山川的审论 得到了关键的线索 对方亲口承认第一次发生关系时 是自己强迫的夏冰青 然而就在下午时 徐山川又突然翻供 表示审讯时被染东东的思路带跑 脑子一迷糊便说错了话 而警方也没有实际证据 案件线索又不了了之 局长觉得冬东压力太大 给他放了个小长假 夏冰青的命案暂时交由了别人附责 既然队里给放了假 染东东便有了时间调查老公的案了 先是老公将破了洞的内裤挂在阳台上 当老婆拿着破洞内裤质问时 路达夫却云淡风轻地说 自己敢穿这种内裤 更是说明自己安分守己 随后老婆问他 有没有收到自己买的内裤 收到了 原来这又是染东东给穆达夫的一个事态 他先是匿名给老公买了新的内裤 还故意寄到对方上班的学校去 让对方以为是被征送的 两人为此又大吵了一架 老公认为这不是正常人过的日子 可老婆却说 自己只是想知道老公是否不忠 到底还爱不爱自己 他认为自己对老公的爱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像是口香糖 打打闹闹甜蜜的什么都要一起 第二个阶段像是鸡尾酒 爱情减少了 亲情却变多了 第三个阶段则是飞行模式 爱情彻底消失 夫妻之间受不了一点瑕疵 这是染东东对婚姻的三段落 两人在屋外的争吵吓到了孩子 最后穆达夫说出了那句话 那离吧 隔天染东东回了娘家 告诉爸妈自己要离婚的消息 老两口听后一愣 询问他为什么 女儿说没有为什么 就是不想过了 没爱啊 老爷子生气了 让女儿知足吧 你爸我活了快七十年 只见过责任没见过爱情 老婆子听后也来气了 白的老头子一眼后 让女儿想离就离别学自己 明明知道没感情还凑合一辈子 另一边穆达夫下课后 看到了老婆请来的离婚律师 穆达夫拽拽地说你认错人了 便扬长而去 回家后他告诉老婆 谈恋爱是俩人亲自谈的 离婚也要俩人亲自离才行 不可以找律师带领 穆达夫答应了妻子提出的所有条件 包括女儿的抚养权 但是他却要染东东答应自己一个条件 仅仅且唯一的一个条件 那就是必须要等到夏冰卿的命案结案之后 再办理离婚手续 为了能够尽快离婚 染东东即使休假在家 也展开了对徐山川的跟踪监视 然而这天一个大雨磅礴的夜晚 车外却出现了一个女医人 女刑警跟下属在商业街抓捕再逃嫌犯 怎料却当场抓包老公和女作家试毁 这样本就处在离婚边缘的夫妻关系 更加的雪上加霜 其实穆达夫和贝珍也并非我们想的那层关系 四人的修罗场面也真的纯属巧 我离婚了 原来贝珍此次找到穆达夫是新事问罪来了 就因为穆达夫先前请贝珍的老公 过来充当自己的说客 怎料却被干行真的老婆成功策反 如今他们二人一致认为 我们俩把他们给绿了 穆达夫对如今的情形表示抱歉 贝珍受不了老公一直对自己无休止的猜测 所以他还是跟老公离了婚 好巧不巧 接下来便遇到了开头的场景 这样的场景有理也说不清 自己好好的婚姻 因为穆达夫两口子给闹里了 如今再次面对冉冬冬的强势 贝珍自然也不肯给对方什么好脸色 于是两个女人便在餐厅内明争暗斗起来 此时下属赶忙打圆场 表示有人发现了在逃嫌犯的东西 才终止了这场闹剧 原来就在几天前 冉冬冬为了尽快跟老公离婚 违背对理规定私自监视徐山川 不过还真被他发现了一个疑点 那便是徐山川的司机 这个长相酷似及及国王的男人 男人名叫徐海涛 是徐山川的大侄子 而通过对该人的电话监听男队发现 有一个变生人的来电十分可逐 于是警方对该变生人的手机号用户进行调查 发现身份竟然是一个死者 买手机号用的也是假身份证 于是警方对徐海涛进行了监视 刚好这天徐海涛接到了变生人的电话 接过电话后 徐海涛带着一袋现金来到了酒店的健身房 此时他再次接到变生人电话 审理员告诉他被警察盯上了 徐海涛刚想跑却被警察赌上了 审讯室内徐海涛声称自己在网络上赌局 刚刚是在给变生人送钱 海涛透露自己的本宾是找叔叔徐山川借的 因为自己马上要结婚了 想多政先买婚房 事后冉东东又盘问了徐海涛的未婚妻 却发现对方的回答如出一辙 但流畅的就跟被课文一般 直觉告诉他这其中藏了不少猫腻 事后两人在车上再次复盘了案情 回去再次调查酒店的监控室 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物 经过技术部门处理后发现 此人正是先前开广告设计的包老板 随后当赶往包老板的广告电视 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而技术科根据现场脚印采迹 发现脚印跟酒店围墙外的脚印完全稳 阮东东判断包老板去酒店 调件的人正是徐海涛 因为他们都认识夏冰青 于是警方对包老板进行了通缉 随后商业街有人报案发现了包老板的现物 阮东东同下属一路追踪过去 结果却发现了自己的老公 也就是开头的一幕 深夜里两人又吵了一架 面对老婆一而再在三岛回忆 穆达夫已经不想再解释了 深夜躺在书房的小床上 穆达夫辗转反侧 回忆起第一次开房时 他告诉了一个香艳的女人自己的房间号码 然而当女人踏进酒店的电梯 暗响轮临后 穆达夫却后悔了 已知告诉他自己不能这么做 于是他给女人发去消息 告诉他自己突然觉得这样不良 在对方上电梯时自己已经离开了 接着是第二次开房 同样是这个女人 而这一次是女人后悔了 他没能有勇气踏上酒店的电梯 这便是穆达夫两次开房的事实 貌似发生了什么 但又没完全发生 然而就是因为最初的撒谎掩饰 造就了亡羊补牢 也造就了今天紧张的婚姻关系 回忆过后 穆达夫貌似听到了妻子的吐声 他起身后推开妻子的房门 却看到了骇人的一幕 妻子竟然隔腕自杀了 就在刚刚吴文超被爸妈亲手送回了警局 原来那天徐山川的大侄子兼司机 提着50万上门找到吴文超做生意 做一个策划 让夏冰青不再骚扰徐总 永远滚出徐总的视线 起初吴文超是拒绝的 但当看到那满满当当的背包时 他选择了见钱眼开 原来当初徐海涛因为满婚房筹患 恰逢此时徐山川知道后 给了大侄子200万 为了感激叔叔 他当即口头保证 表示绝不让夏冰青以后再骚扰叔叔婶婶 尽管徐山川说了 不要管自己和夏冰青的事情 但徐海涛还是从200万里拿出了50万 找到了吴文超 而徐海涛当初说话也很高明 他在谈话间强调 只要不杀人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但吴文超私来想去后发现 对方是在正话反说借刀杀人 要想让夏冰青永远不骚扰徐总 杀人是唯一的方法 但吴文超显然没有掉入这个圈套 此时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刘青给了他灵感 因为刘青是做移民生意的 吴文超便想着让夏冰青移民 两人一拍集合开始了策划 于是在往后的日子里 吴文超总是给夏冰青暗示移民的好处 而夏冰青也发现最近总有人跟着自己 就连徐总也提醒自己出门要小心 接着两人又在夏冰青面前故意演戏 将移民一事说得天花乱坠 此时天真的夏冰青 显然有了上钩的迹象 然而让吴文超万万没想到的是 才过了没有多久 刘青便拿来了夏冰青签字的移民合同 吴文超看后也爽快地付了5万定金 你如果个子长得再高一点 说不定我就不走了呢 夏冰青的一句话 戳中了吴文超的痛楚 此时天真的夏冰青 竟然相信了结巴的刘青是个老实人 吴文超有些于心不忍 暗示夏冰青以后出国要留点心念 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 随后徐海涛按捺不住 深夜找上门询问吴文超是怎么办事的 夏冰青不仅没有停止对徐总的骚扰 还在不停地管他要钱 吴文超解释说移民本来就要不少钱 临走时徐海涛警告吴文超 两个月内必须把事办成 隔天吴文超又找到刘青 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刘青居然说 夏冰青很可能已经爱上自己 并声称上个月夏冰青约自己见面 对方明确表达想和自己一起私奔 吴文超听后掩面大笑 吴文超说夏冰青是个好女孩 让刘青带他走得远远的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好好照顾对方 最后吴文超也给结了剩下的尾款 可染东东听了吴文超的供词后 怀疑刘青到底有没有那个能力 真的带走夏冰青私奔 吴文超表示自己也怀疑过 他甚至担心刘青做不到私奔 最后选择暴力手段 直到前段时间听到夏冰青的死讯后 他得刘青打去电话 可号码已经注销了 发微信也没回 好去对方公司 老板说他离职了 刘青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 而根据吴文超阐述 先前之所以约见徐海涛在酒店见面 是因为他一直喜欢夏冰青 当得知对方被杀害后 他也不想在这个城市待了 于是便想着临走前再敲诈徐海涛印 便谎称夏冰青是自己做掉的 以此来威胁对方 而吴文超口口声声说喜欢夏冰青 可他的一条命 到最后在吴文超眼里 也只不过值50万把 妻子整日忙于破案 回来家还把自己当作犯人一样审问 心灰意冷的穆达夫索性关掉手机 躺在书房的小床上阴摸了好一段时间 期间女儿 贝珍给他发来很多语音 闺女则是小爸爸 贝珍则是想跟他讨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 见穆达夫总是不回复自己便打去道 是不方便回复 还是想跟我们失踪啊 穆达夫听后一直没搭理贝珍 直到这天贝珍谎称自己生病 穆达夫才出来见了他 贝珍借用自己的小说 隐晦地对穆达夫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贝珍询问他四年前说的话还做不做数 穆达夫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 你说 如果我离婚 你就离婚 穆达夫听后一边笑着摸头 一边声称自己不可能说过这些话 这番话让贝珍有些气愤 但看着对方又不像装出来的样子 他甚至怀疑穆达夫是不是失忆了 于是便帮助穆达夫回忆起来 话道一旦穆达夫赶忙将气打断 他告诉贝珍 你那天晚上的暗示我都明白 我想过要去 但是我没敢去 贝珍质质问他不是你是谁 穆达夫则认为是贝珍自己产生的幻觉 回去的路上 穆达夫吐槽道 上个月你还问过我 说我们到底绿没绿过他们 我们都确定说没有 怎么才过去一个月你就改口 贝珍听后十分生气 当即下了汽车 深夜里冉东东大坑案遇到瓶颈压力过大 局长强行让他回家休息 隔天冉东东突发奇想 让老公陪自己出去旅游散散行 穆达夫听后十分高兴 连夜收拾旅行的行为 东东穿着和拿着新买的连衣裙 问老公好不好看 老公看了眼表示好看 由于第二件没有看到便说了好看 这一点冉东东便记下了 隔天大早当穆达夫推着两箱行李 打算叫老婆出发时 冉东东却突然说 对不起 不想去 穆达夫好生好气地坐下问他 怎么了 老婆却没有理由就是突然不想去 即使已经订好了车票跟酒店 随后他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他声称穆达夫是在应付自己 你根本就不想跟我去旅行 是你觉得我病了 你想缓解我的病情 你才假装高高兴兴陪我去旅行 老公不理解自己做了什么 让妻子这么想 我要是穆达夫我估计早就疯了 因为先前穆达夫说过 等媳妇破了大坑案就离婚 直到这天穆达夫终于终不住了 因为大坑案迟迟没有头绪 冉东东便又把负面因素 怪在了老公头上 妻达夫说破案我帮不了你 但离婚这是我可以成全你 你是这个意思吧 冉东东说是 至少你把离婚协议书签了 我可以一心一扑在案子上 妻达夫表示很憋屈 自己不能就这么离了 自己要真跟被真有那回事才行 隔天清晨二人早早地来到了明镇军 随着刚硬一带 两人的感情彻底结束了 妻达夫在车上掩面痛哭 冉东东摘掉戒指又带了回去 从地下车库开出的那一刻 他本能地去上副驾驶 却又停住坐到了车后座 可他上车后却来了这么一组 为什么不坚持 务达夫不解地问他坚持什么 坚持不理 此时此刻务达夫都快气笑了 原来这又是妻子对自己的一个考验 他气氛染冬冬拿离婚当了 拿离婚来试探自己 这一刻想必务达夫兄都快气炸了 面对妻子在后排上无休止的精神攻击 务达夫只说了五个字 离得好啊务达夫 得亏你离了 不然估计活不过四十要被妻子活活气死 回想目前只剩下一集了 剧情却有许多坑都还没填 比如夏冰青究竟是谁杀害的 务达夫究竟有没有和贝珍发生关系 四年前的那个夜晚究竟是不是他 亦或是他真的被妻子逼出了精神分裂 两人离婚前一起去了医院 原因是二人都怀疑双方有精神问题 尽管医生说务达夫的精神没问题 可染冬冬依旧不相信 于是医生让夫妻二人做个信任游戏 很简单 只需要戴上眼罩向后倒 另一个人在身后接着便好 可以看到务达夫很相信妻子 二话不说便倒了下去 可当轮到妻子时 染冬冬却迟迟不敢倒下去 特殊的职业让他不相信所有人 包括他的丈夫 染冬冬是一个很敏感的女人 这一点对破案很有帮助 因为就在几天前 警方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刘青的踪迹 这家伙竟然跑去五指山 投靠了自己的前女友补志兰 随后染冬冬带队来到了补志兰的茶庄 警察分别审问了刘青和补志兰 却并未问出刘青杀害夏冰青的直接证据 刘青向警察阐述有几点 第一 夏冰青本身并不想移民 之所以找自己签订移民合同 是为了拿着合同去找徐山川要钱 第二 刘青撒谎对吴文超说 夏冰青爱上了自己 自己要和夏冰青私奔 是为了防止吴文超再要回那十万块钱 虽然第一次审问没能找到刘青的破绽 但染冬冬敏感的直觉告诉他 对方仍然有所隐瞒 于是临走时他同刘青的前女友深刻的交流一番 相互真情的吐诉 让二人迅速处成了姐妹 并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半年多过去吧 大坑案的凶手依旧逍遥法外 舆论的压力让行警队整个头大 染冬冬破案破魔症了 在同老公离婚后 染冬冬收到了补志兰的联系 于是他孤身一人再次来到了吴指山 补志兰告诉染冬冬 自从你们上次走后 刘青就变得极度没有安全感 十分多意仿佛身边有人随时要害他一般 染冬冬觉得自己没有猜错 刘青一定犯了什么罪 他觉得孩子是无辜的 所以才会哭着忏悔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两个女人联手演起戏来 染冬冬谎称自己是来休假的 当听说染警官又来了后 刘青当即慌了起来 紧张得连做饭都烧了手 深夜三人来了顿坦白菊 刘青和染警官两人喝了不少酒 喝酒期间染冬冬正常发挥 一顿阴阳怪气起来 把在家对付老公那一套 一股脑拳用在了刘青身上 刘青不像是穆达夫 人家是教授多少有些成果 何况强如穆教授 被染队天天质问的也快精神分裂了 刘青一顿泛下来脸色极为难看 放后染队让补志兰再去找刘青聊聊 劝他回头是案 但前提是要注意安全不要激怒对方 深夜随时待命的染冬冬 突然听到屋外传来动静 他甩出甩棍 来到门前询问屋外是谁 怎料来人居然是穆达夫 他诧异前夫怎么会突然来这里 穆达夫回答还不是担心你 另一边补志兰找到刘青 做了久的刘青很生气 质问补志兰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 是我对你不好吗 是我不爱你吗 补志兰说都不是 他是你不爱我 补志兰虽然不认识夏冰青 但是他也不希望夏冰青的死 和自己肚子里的父亲有关系 所以他才把染警官叫来 如果刘青真是清白的话 就去找染警官说清楚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投案自首争取同宽处命 自己和肚中的孩子会等刘青出来 刘青刚想和补志兰解释些什么 怎料对方却直接拿出把菜刀 他告诉刘青 如果你真杀了夏冰青 那就把我也杀了吧 我没办法和一个杀人放过日子 刘青听后一把搏过菜刀 情绪逐渐失控 临近黄昏一个农民工 悄悄走到美女身后 朝他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 荒山野岭的瀑布前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男人给你一诗 夏冰青有些错愕和警惕 他朝着男人所说的方向看去 怎料下一秒 一把铁锤竟狠狠地砸在自己后脑子上 夏冰青就这样死在了酒店后山的瀑布前 有谁能想到最后杀死夏冰青的人 不是徐山川 不是吴文超 也不是刘青 竟然是一个先前从未出场的农民工 而他杀人的理由也离谱到了极点 时间线回到几天前 刘青拎着菜刀来到冉冬冬的房间 穆达夫见对方手里拿着武器 毫不犹豫地护在了前妻身前 我没杀人 冉冬冬一把推过穆达夫 当场开始CPU刘青 让他放下徒刀回头试案 主角的嘴盾永远是无敌了 刘青扔下菜刀表示会坦白一切 努达夫见状赶忙上前将菜刀踢到一边 冉冬冬一脸欣赏前夫哥的小狗亲 随后刘青向冉队坦白了自己的作案经过 一切要从单位旁的这位农民工说起 工人小哥名叫一春阳 平时总是厚着脸皮向刘青借水 刘青也总爱观照这个看似憨厚的工地小哥 这天刘青拎着行李打算跑路 却恰巧遇到了一春阳 一春阳因为这个工地完工要换工地 便跑来和刘青告别 为了感谢平时刘青对自己的照顾 一春阳给对方留了自己的电话 让他以后遇到麻烦找自己 刘青则只当是个小恩小惠没太伤心 然而随后两人坐下闲聊时 聊到了夏冰青 一春阳误以为夏冰青是刘青的女友 而刘青则撒谎说自己有妻有女 夏冰青总缠着自己不撒手 一春阳听后表示那好办 我有办法可以帮你把事摆平 临走时他特意叮嘱对方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千万不能使用暴力 一春阳笑着答应 然而刘青万万没想到 这工人小哥会因为一万块钱 就这么轻描淡写地把人给做了 交代完自己知道的事情 在和补志兰以及他肚中的孩子告别后 刘青便被当地警方带走了 临走时补志兰对冉冬冬说了句 他后悔掉对方来了 得知案发的经过后 警方立马发布了一春阳的悬赏令 并来到了一春阳老家 在对方爸妈处了解到 一春阳已经有两年没回来 留下悬赏令后众人便告辞 返回的路上 冉队突然接到线人的电话 说是在海上发现了一春阳 审讯室内一春阳淡定地 交代了自己的杀人经过 他声称自己在拿到刘青给的一万块钱后 便开始跟踪夏冰青 一连好几天都发现 他一直去连湖酒店后湖的瀑布前 每次都在瀑布前站好久 身体向前清又突然收住 估计是想跳湖自杀 但又不敢 一春阳就这么轻撩淡写地把夏冰青打了 随后他又找来两个救生圈 趁着天黑将夏冰青拖到了西江 他想着西江入海口的水迹 这样尸体便能冲进海里 事后染队找到了一春阳口中的女朋友 这是一个失去右手的女孩 但却并非是一春阳的女朋友 一春阳对他一见钟情 为他写了一首诗 也就是开头念给夏冰青的那首诗 渐渐地相处下来 女孩发现一春阳不太正常 脑子有问题总是爱幻想 事后染队通过一春阳的交代 在女孩上班门口的花坛前 挖出了一个断臂的维纳斯雕像 以及一个枯骨的右手 看着这只右手一春阳哭了 他朝女孩跪了下来 如今案子已经破了一半 可就当这天染队给母亲捣疼手机时 老爸的一句话让他想到了至关重要的一个线索 一个病罪徐山川的重要线索 于是火急火燎地冲到夏冰青的爸妈家 果不其然 夏冰青在母亲的手机上 备份了徐山川强迫自己的犯罪录音 趁热打铁下 染东东又给徐海涛看了一段视频 视频内容是审问他未婚妻的一段录像 原来吉吉国王徐海涛的未婚妻 先前也是徐山川的众多女人之一 徐山川在意外得知 她是自己大侄子的未婚妻后 立马和其撇清了关系 为了弥补她 徐山川才把大侄子的婚房钱给出了 怎料吉吉国王还傻乎乎地不知真相 要帮助叔叔除掉夏冰青这个麻烦 如今得知真相的徐海涛愤怒至极 将自己知道的全部说了出来 原来在徐夫人生日当天 徐总正在给家人庆生 夏冰青却突然闯上门来闹事 徐山川出来后警告夏冰青别再胡闹了 不然一定会让你后悔 在将这个疯女人打发走后 她淡定的又给徐夫人过起了生日 徐夫人将她拉进卧室后 直接给了对方一巴掌 妈妈现在回家来了 说爸还不忘嘲讽 让老公把夏冰青请进来 跟自己一起吹的蜡烛 隔天徐山川便找到夏冰青 质问他 自己已经给了你这么多钱 你为什么还不移民去国外 夏冰青却说自己不想走了 他爱上徐山川了 只想跟徐山川一起去国外 徐山川听后无语了 看着眼前这傻妞 是不是给他灌出毛病来了 两人当即闹掰 夏冰青继续作了起来 声称自己手里有证据 徐山川以为是第一次见面 强迫他的证据 这个他一点都不怕 怎料他却说 我说的是你给那个人 行贿两千万的事 正是这句话 让徐山川有了 想要除掉对方的心思 于是便再次暗示 让傻侄子搞定对方 这一切行车记录仪都记录了下来 然而当冬冬听过徐海涛的证词 去徐山川车上找证据时 却发现行车记录仪被人动了手脚 不久后 冬冬找到徐夫人 让对方提供给自己徐山川犯罪的证据 徐夫人一开始仍旧云淡风轻 直到冬冬冬掏出一张健身教练的照片 我跟徐山川有个约定 四三红 我不干涉了 原来女儿不是徐山川亲生的 而徐夫人也并非表面看上去那般同行 一直在暗中报复老公 收集掌握对方的证据 行车记录一遍是他拿走的 自己的把柄握在对方手里 作为交易 徐夫人将证据交了出去 如今证据确凿 徐山川因故意杀人罪等等 罚款五百万被判死刑 徐海涛被判三年 吴文超被判五年 刘青被判七年 至于真正嘎了人的一春阳 因为身患精神分裂症被判了无期徒刑 如此一来大坑案结案 下属邀请染队晚上一起吃饭 另一边被针见了穆达夫 他一直在等对方一个答案 是否要跟自己在一起 深夜的餐厅里 下属特意选了一个 染队经常给穆达夫去的一家餐厅 他向队长表达了爱意 却惨遭对方拒绝 三个月后 穆达夫在下课回家时 被一个神秘的车辆跟踪 随后便接到了一个 夹着嗓音说话的陌生电话 穆达夫一听笑了 这个嗓音太熟悉了 这才是自己认识他是最初的样子 你的案子还没过呢 两次联湖开房到底干什么了 穆达夫听后立马又打起了马虎眼 表示过去太久了 记不清楚了 至此回想就大结局了 穆达夫过了三个月的自由生活 又要回家被老婆支配了